我要继续跟你们来分享 个人生命的生根和群体生活的建造 你会说又为什么要取一个这么拗口的题目 对 我自己很喜欢用 准确的语言和思想来表达 我不想用那种激励的话 让大家当时很兴奋 然后觉得说很棒 可是出去以后没有什么 我希望你不仅当时觉得很棒 你回去之后无论多么困难的环境 或者多么高兴的场合你都知道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一直在用哥罗西书来思想 哥罗西书是保罗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卷 从人的角度来看 保罗传福音的人生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 他多次被吓到监狱之中 哥罗西书很可能是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 那段时间保罗另外写了以福所书 菲利比书和菲利门书 我们前几次已经提到事实上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区 他没有去过 这里的教会应该是保罗的门徒以巴福所建立的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以巴福在那一边建立了教会 发现当地有一些问题 就把那个问题告诉了保罗 保罗趁着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书信 哥罗西地区显然受了希腊人本主义跟世俗主义的影响 因此当地的人虽然信了主 但是人本思想跟世俗主义 与基督信仰的界限模糊不清 那非常的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 以后我们就把自己方程中心 以人为中心 然后我们就以自己为中心 你只要稍微放松你就以自己为中心 同意吗 我们稍微跟别人讲话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以我为中心我就不高兴了 如果你换个角度以他为中心 你就不会不高兴了 这就是人为中心 因为你一放松就是人为中心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世俗主义是你顺着时代的潮流 尽情享受生活 我们容易受别人影响 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不仅当时有 我告诉各位历史历代都有 这就是为什么 2000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要看这封 不是为了21世纪的我们而写的 而且是出自外国人 的手所写的书信 因为人本思想和世俗主义 永远会更新而变化 永远会更新而变化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更新而变化 结果我告诉各位 人本思想和世俗主义 他更新变化如影随形地跟随我们 即使我们信主多年 我们仍然会受到影响 不是吗 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 给他们画一个清楚的界限 给他们画一个清楚的界限 盼望他们能够在今生 自由自在并且笃定的生活 信主五十年 我终于找到比较能够描述 我所知道 我所认为 一个基督徒应该心里面的状态 我用了这两个词 一个叫做自由自在 一个叫做笃定 我要挑战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 你自由自在吗 你心里笃定吗 你把这两个放在心里面 你做事 你为人 你试试看 我现在是不是自由自在 我现在有没有笃定 那可能会帮助你 我来提一提为什么 我会认为 讲哥罗西书这么重要 哥罗西书很难讲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最近我常常听到 有这样子的句子 说上帝一定会赐福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句话不能说错 这句话不能说错 但我告诉你不能说对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神一定要赐福我们的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是神的儿女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也管教我们对吗 赐福 我们会把它曲解成 凡事顺利 可是如果你是个商人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能因为你是商人 又是神的儿女 你就可以不合法的做生意 你不行 因为上帝不会赐福你 上帝反而会让你 经过某种状况之后 再赐福你 至于经过什么状况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不应该有疾病 我们不应该有苦难 我们的父母也不希望 孩子有疾病有苦难 后面那句话是对的 前面那句话不一定 因为如果神是我们的父母 祂其实超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就不会生病 苦难也不从神来的 要奉主名斥责祂 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人本主义 这叫做世俗主义 为什么 那约伯怎么办 那约伯怎么办 约伯才倒霉的对不对 财产全部没了 儿女全部死了 他还从头顶到脚底 身疮流浓 坐在芦片 坐在炉灰中用芦片刮身体 你想想看这多么辛苦 雅各的儿子约瑟也是 也是 他有多少的辛苦 所以我们不能说 短暂看到了这个疾病 短暂的看到这个苦难 我们就说奉主的名斥责祂 我告诉你你斥责祂也不会走 因为是神定义的 神定义的 所以我们不能很简单的用一个句子来说 那约伯亚打艾成 艾成是个小成 那为什么输掉呢 因为他没有照神的法则 当他没有照神的法则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神不会这样做 其实最精准的是用主耶稣做榜样 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 那个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跟耶稣的第二个试探 根据马太福音 他说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注意 魔鬼也会用圣经的话语 不是用圣经的话语的 就有用 所以你拿着圣经这样说 他说你退去吧 魔鬼不会退去 因为魔鬼比圣经比我们还熟 魔鬼圣经比我们还熟 他说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魔鬼鼓励他跳下去 跳下去 可是主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不能片面的 把一个经文拿出来 这个叫做世俗主义 这个叫做人本思想 我必须讲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想要简单事情处理事情 谁不会引用圣经的经文 你随便拿一句也可以用 可是这个不能作为 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 一个往前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 主耶稣对他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换句话说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 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不做那件事情 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做这件事情 我们同工们 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考虑说 教会让几个人进来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尽我们所能的 防止病毒侵扰我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至于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病毒临到我们了 我也告诉各位 就是一句话 感谢主 因为临到我们的 一定是经过神允许的 可是你不用跳下去 你不用跳下去 因为这是试探神 所以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那个是非常厉害的 他说你跳下去 他还用圣经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 不故意去找危险的路 是因为我们不要试探神 但如果得着了怎么办 感谢主 真的 你心里预备好 这一次一定很多人会得 我们教会已经好几个人都得了 得了结果 刚才红尝长老也报告了 通知我们 我们为你祷告 我们全部的人 要帮你看看要做什么 如果你要 要送东西给你去吃 或者怎么照顾你 我们会想办法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找医生 我们会帮你找药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当我们有困难 我们走在一起 可是我们不能去试探神 因为这个缘故 我自己选了这一段的经文 有系统的来看 哥罗西书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 哥罗西书除了再三确认 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之外 我觉得第二章的一到五节 保罗的自白 就充分的表明了基督的身份 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目的的关联性 保罗其实是自白 他其实在讲他自己的想法 他就表明了基督徒的身份 基督的身份和我们基督徒 生活目的的关联性 那就是 我们基督徒一生除了追求自己 更认识主之外 如果你问我 基督徒一生最重要是什么事情呢 就在今生活着的时候 更认识主 以便于我能够自由自在 并且笃定的生活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追求认识主呢 因为我想自由自在 又笃定的生活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答案是我们还要为人而活 我们还要为人而活 我们为人而活 尽的来说 我们要为配偶而活 为儿女而活 为父母而活尽的来说 刚才是肯兴在这里 打鼓对不对 我过来我就跟他 他边打鼓嘛 因为还在练习嘛 我就走过来 我说肯兴怎么样 还活着吗 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说 活着 我说我不是问你 我是说他还活着吗 我说他还活着吗 近的来说 我们要为配偶而活 为儿女而活 为父母而活 不是为自己而活 而已 稍微远一点的 我们应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而活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 自亲的好友而活 甚至于我们基督徒 应该可以慢慢的去 为那些不认识的人而活 这样就符合了耶稣基督 为天父而活 以及为我们儿子的榜样 而在 二章的一到五节之后的 二章六到 二章六节到四章六节 这进一步说明了 我们基督徒 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 先讲我们是为人而活 那怎么达到那个目的呢 还有两个原则 有两个原则 前一次我们已经说明了 第一个原则 叫做与基督同死 第二个原则是 与基督同活 上次我们讲的这个 有点难 不过没关系 所有事情都是难的 你不要找简单的路走 不要走近路 不要走洁净 一步一步的走 与基督同死 为我们个人带来 向下生根的生命 与基督同死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 与基督同死 我们就拥有属灵的生命 与基督同死 我们不再受之于捆绑 那这个我们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如果你说 我上次没有听到 请你去找 YouTube上面都有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 另外一个原则 与基督同活 那这段我非常的喜欢 与基督同活 因此我就不急着讲 把它分两段 其实每一段还是太多 可是我想我们就试试看了 我要分两段讲 今天讲 然后一半 然后我另外一半 留到六月十九日再讲 好 与基督同活是什么呢 与基督同活为 教会群体 带来了向上见到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解决了问题 然后再来与基督同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了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因为与基督同活的概念 不容易认识 到底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活呢 到底什么叫与基督同活呢 我们先来念经文好不好 那如果你可以念你就念 那不然的话呢 我来念给你听 第三章一道四节 我们来念预备 请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保罗在前面谈到与基督同死 重点都放在我这个人 因着与基督同死 我能得到什么 与基督同死是 当我与基督同死的时候 我能得到什么 所以提到我们拥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不再受制于捆绑 都是我个人 可是第三章一到四节在这里提到 与基督同活的时候 重点就渐渐移到我们活过来 实际在生活当中会产生什么改变呢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 同死让我们摆脱了禁锢跟限制 同活就产生了实际的自由 实际自由的和丰盛 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 最重要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叫做上面的事 什么叫做地上的事 什么叫做上面的事 什么叫做地上的事 因为他告诉我们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糟糕了 什么是上面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事 你知道有的事情就是 我讲得很清楚 你听得不明白 对吗 那因为我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 可是你听得不明白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保罗讲得很轻松啊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结果我们好几个问号 什么是上面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事呢 什么是上面的事呢 什么是地上的事呢 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 要顾念考量地上的事 道要考量顾念天上的事 那问题来了 什么是天上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事 如果地上的事 指的是吃饭睡觉赚钱 要不要结婚 要生几个孩子 我们现在的生活混乱不混乱 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不安全 如果地上的事是这样解释 那我请问你扣掉这些 我们每天所看到 所经历的事 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 还要干什么呢 就不用活了吗 对吗 你有没有孩子 你有没有父母 台湾安全不安全 你关心不关心 这次疫情对台湾的冲击 会有多大 你害怕不害怕 如果天上的事 上面的事 指的是未来的事 指的是我们死了以后的事 难道要我们基督徒 整天想着如何去死吗 他叫我们顾念 所以想着要赶快去死 死了以后去哪里 将来与神见面有多好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还为什么要活着呢 有一卷圣经 我读了很多遍 真的几十遍 可是最后我觉得 我抓个重点算了 我有困难 就是启示录 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一个 会讲启示录来我们当中讲 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太难 老实说我也没有想搞得很清楚 如果我好好的活着 将来到天上会怎么样 那个十二个珍珠是什么意思 我将来再去弄它 我现在想好好活着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顾虑那一个 当然他们绝对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只是顾虑那一个 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呢 所以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是怎么解释呢 什么叫做上面的事 什么叫做地上的事呢 我想我们需要再看一下这个经文 第三节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其实三节四节就在解释 什么叫做上面的事 什么叫做地上的事 祂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这个外表 这个肉身 这个肉体 这个老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生命跟基督 是一同在神的里面 然后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祂的重点在说 思念上面的事 第二节 思念上面的事的意思 是指着我们每天 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来考量 我们现在的生活和信仰 以基督为中心 因为祂住在我们里面 以基督为中心来考量 我们现在的生活与信仰 而不是早远于未来 我们会见到上帝的状态 上面的事不是讲的未来而已 当然等一下会讲到一点点 换句话说 当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不论穿什么衣服 要怎么吃饭 要睡多久 要不要出国 要找哪个工作 要跟谁结婚 要生几个孩子 要送他们到什么学校读书 最近光州长老 他们有点点压力 因为他们两个孩子都在考试 然后再过几年 又几个孩子在考试 那我们就说 好 你好好把家里顾好 教会有什么事情 我们稍微担一下 你们干嘛整天思念地上的事 不想上面的事 我们为什么 问了我们很多孩子 昨天我们开童工会 用那个网路开会 结果我们开会 开会 开会 礼节把孩子抱过来 大家都跟他打招呼 你干嘛管孩子 我们的开会 我们的思念上面的事 你一直这么问孩子 我们就没有在开会 这么跟孩子玩 你们搞错 什么是上面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思想上 在动机中 我们要考虑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当我成为神的儿女 当神已经拯救了我之后 我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为什么 我这样做 跟我已经与基督同活 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 与基督同活 就是要在生活中 生活中当然不是死了以后 是现在 与基督同活 就是要在现在的生活中 考量这件事情 是不是跟我永恒的生命有关 我告诉各位 人是非常动态的 你做一件事情 你就与基督靠近 你做一件事情 你就与基督远离 那当然 结果总的神给我们恩典 可是你每做一个动作 都会产生这种结果 换句话说 我做每一件事 要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下决定呢 可见思念上面的事 指的是用天上的观念 来过地上的生活 就是这件事上帝怎么看 这件事耶稣怎么说 所以我们才会说 基督徒过的是一个 积极入室的生活 不是一个消极出世的生活 那我们想 我必须解释得非常的具体 你才会放心 因为我这样讲 你还是说我搞不太清楚 来 基督徒吃饭不吃饭 吃不吃 吃 当然要吃饭 你要身体健康 你要精神愉快 今天冯大哥不在 他可能会听 我说吃饭 冯大哥不是只吃 碳水化合物 我没有再吃了 虽然我的身材还这样 要吃饭 你身体才会健康 精神才会愉快 对吗 如果你这一次有确诊 请你好好吃 好好睡 不要顾念别的事 因为你的身体 是上面的事 你的身体健康 是上面的事 不吃饭身体能健康吗 不吃饭精神能愉快吗 但吃什么和怎么吃 有没有讲究 基督徒可不可以想穿 怎么样的衣服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而且你可以考虑自己的风格 我们教会的姐妹都会说 谁穿什么 谁穿什么 地上的是没有 不是这样判断的 不是以那件事 是什么来判断 不是以 而是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有多少钱 你只要分配合理的 你就可以买合适你身份的衣服 同样的你要开什么车 你要住什么地段的房子 当然跟你的收入有关 也跟你的身份有关 也跟你与神的互动有关 这些 我讲了地上的事 我们以为地上的事 在保罗来看 不叫地上的事 是你心里到底怎么想 我们存着怎么样的想法 来生活的问题 只要你的动机不是为了炫耀 不只是为了自我享受 不特别跟风流行 我告诉你 那就不是这里讲的地上的事 而是上面的事 我举几个例子 二十多年前我们家有个姐妹 跑来找我 很认真 她就跟我说 李张老师跟你约时间 还跟我讲好约一个小时 那我就说好约一个小时 我就跟她谈 在办公室 她进来谈 要跟我谈 她要买哪一种牌子的车子 我就说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我有一辆车 我现在要换车了 我准备换成Volvo 二六四 她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本来想开她玩笑 颜色要不要问我 但是我知道她的困难 我是开玩笑的 我就跟她说 我说有什么困难吗 她就跟我说 我原来应该开一个很平价的车 但是我因为做生意 我如果开太差的车 我不容易做生意 这样 那因为我知道她的生意做的不小 那我就跟她说那她是个老板吗 她是个老板吗 我就说那你同行跟你营业额 差不多的能开什么车 她说都是开Methodes Benz BMW还更好的车 但是她说我在想说我是基督徒 我可不可以开Volvo 264 我跟她说当然可以 我说你开的目的是什么 她说我开的目的第一个安全 第二个这个 她说但是我怕人家会说我 贪爱世界 我说你贪不贪爱世界 这个跟别人没关系 跟你心里有关系 她说没有 她说你知道吗 我每次开车去的时候 人家看到我的车子 就不想跟我做生意 你一定是赔很多 然后你想赚我这一笔 我说你同行差不多开什么车 你就可以开什么车 她就跟我说真的吗 后来她高高兴兴的走了 她后来真的买了那辆车 生意做得很好 感谢主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搬新家 他要购买一套沙发 他就很犹豫 他跑来找我 他跟我说李哥 他说我想买一套沙发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我就心里想说我们船道人 还管蛮多的 人家买车来问我们就好了 买个沙发也要来问 我们还要不要服侍主 就整天搞你们这些事 不过那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帮助 他就跟我说 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看好了一套沙发 他看了很久 他说他觉得很合适 他也很喜欢 他很想买 那我就说买 因为他自己是设计师 他的家就是一个demo的地方 对吧 那如果摆那个不是很好吗 就表示我很会设计 我很会摆摆饰 他说不是 他说那个沙发有点贵 我说 所以他说要一百二十万台币 如果我没记错 我是有吓一跳 一百二十万台币的一套沙发 我有点吓一跳 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说因为我怕弟兄姐妹到我家 我说你怕人家把你做坏了 你怕人家把你弄脏了 他说不是 他说我怕弟兄姐妹问我说 他说这道沙发多少钱 我说所以 我说你到底负担得起负担不起 你到底担心什么 你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熟 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想炫耀 你很有品味 他说不是 他说是我喜欢 他说可是弟兄姐妹来 如果问我多少钱我不能说谎 所以我必须告诉他多少钱 他说他们会软弱 因为我买一套沙发就一百多万 我说可是问题是 你的房子也很贵 对不对 如果你的房子放这个沙发就不差 对不对 他说不是 他说李哥 他说我担心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软弱 我就不想要这个沙发 我也不可以跟他说 我也不可以跟他说好或不好 因为这个事情他必须自己面对神 他必须自己考虑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 我认为他有考虑上面的事 因为他考虑的是别人看到这套沙发的感觉 跟他心里想要这套沙发的矛盾 这个叫做天上的事了 这样明白我这样的吗 我知道有点困难 但这是你跟上帝的事 我只能告诉你原则就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事情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至于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知道吗 你如何与配偶相处 如果你是先结婚后信主 你信主之后 你跟配偶的关系有没有改变 这叫做上面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跑来问 肯兴的缘故 因为你一个人的时候 一人保全家保 对吗 你结婚之后 特别是基督徒结婚之后 你如何与配偶相处 你怎么教导儿女 你选哪一个工作来做 这都是基督徒很看重的事 我们要用天上的观念来思想 来下决定 所以在这边 这里又提到的就是 他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祂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意思就是有一天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会跟上帝在一起 我们今天与基督同活 祂就与我们一同活在现在 一同活在当下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祂的想法 天上当然指的是未来 所以当我们还旅居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想到我们的目的 是在天上 那个是要我们去的地方 因为这个缘故它有一个方向 它有一个方向 我们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往那边走 因此在生活当中 如果有一些不顺利也很正常 我常常听到基督徒很不喜欢不顺利 我可以告诉你 你信主那天你就不顺利了 因为也有人喜欢你不顺利 就是抵挡上帝的不喜欢你顺利 上帝有时候也许可我们不顺利 上帝甚至让魔鬼来试验约伯 对吗 上帝也让 注意听好 也让耶稣被魔鬼试探 上帝又没有那么笨 又没有那么不知 祂不是无所不知吗 祂怎么会让魔鬼有机会去碰到夏娃呢 你想想看 上帝难道没有站在旁边看吗 祂如果无所不在的话 那祂为什么不阻止呢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生都会很顺利 你不要这样想 基督徒 因为如果你想说我要很顺利 你就会走容易走的路 这不是我们要走的 这不是要我们走的 因此在往天去的路上 我们常常需要经历许多的难处 但我们要忍耐 我常常需要长途旅行 你知道 我如果去欧洲 我从door to door 24小时以上 就从我家门口出来 到机场 上了飞机 到一个地方转机 我转机时间都很短 以前现在不行了 转完了之后 要转到欧洲去 转到欧洲去 出海关 人家来接我 把我送到我的目的地 这样最少24小时 我为了去那个地方 我中间有很多忍耐的 你要忍耐那个海关官员的刁难 你要忍耐那个飞机上面那种 苍鸦不对 对我们正常的人 食物你不喜欢 我有时候坐到腰 有一次坐到腰酸到不行 你知道后来我走到后面 我走到后面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休息了 那我就是没办法 腰太酸了 我就躺在地上 躺在那个 后面有的那个 你们不常坐飞机不了点 有的地方是那个 那个空服员工作的地方 就是那个做那个饮食的地方 但大家都休息了 会有一段时间 全场全部的飞机都停下来 工作的人都停下来 大家要睡觉 我就躺在地上 结果有个空服员正好坐下 他吓一跳 他说你不舒服吗 我说没有 我说我腰不行 我一定要躺在这边才行 他就说 他说需要帮忙吗 需要我 我问问看有没有医生吗 我说不需要 你就让我躺着就好了 要忍耐 因为我要去那个 destination 今天我们在地上 一定有很多需要忍耐的地方 当然同时我告诉各位 在旅途当中 如果我们能舒服一点 我们也舒服一点 同意吗 如果我们是开车 从这里去那里 有一次我们开车 朋友从巴黎 要带我们到法国南部 开车的好处就是 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 然后说 他就设计说 我们特别到一个地方去吃饭 他是在路上弯一点点去吃一顿饭 然后再上路再往前走 又到一个地方过一个夜 很舒服 我们往天上的路上也是这样 所以会有舒服 会有不舒服的时候 但是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的目的地准确就好了 所以与基督同活的第一个概念 我花了不少时间 这要告诉各位 与基督同活 就是在生活考量每件事 是否与永恒生命有关 这个是个习惯问题 你只要想习惯了就好 你想习惯了就做这件事情 这样跟永恒的生命有没有关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与基督同活 为教会群体带来向上建造的结果 第二 就是与基督同死 是着重于更新救人的身份地位 并且还有一个观念是 要致死自己 在于重建新人的生活表现 同死同活是整个基督信仰的关键 你知道我们 我们基督徒今天 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重点都没有把它放在说 同死同活 我们只是放在说 我要怎么样靠着基督 靠着上帝 有上帝与我同在我还怕谁呢 我告诉你你有的怕的了 因为你觉得你与他同在 他不见得愿意来与你同在 你以为你与他同在 其实他没有要跟你同在 因为你整个的做法 你就是没有要与他同在 他怎么与你同在 他也来帮你背书 所以同死同活才是我们的关键 如果我们弄清楚这个观念 其实地上的生活就容易多了 否则我们就会一直落入犹豫 矛盾模糊不清 似乎动辄得救 不知道如何是好 来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 看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你弄懂后你好自由 那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 A我们来念 预备请 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的时候也曾经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这里有三个平行的概念 三个平行的概念 第五节说你们要致死 他说所以要致死 就是你们要致死 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第八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 所以要致死 要弃绝 第九节你们不要 所以这里都是一个否定的不要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 我问你 你们看过死人吗 看过嘛 对不对 死人就不会动了 死人就没有反应了 死人就不会再死吗 他已经死了 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 还要 这边为什么还提到再致死呢 所以第五节说要致死 不是已经死了吗 第八节说你们要弃绝怎么弃绝 都已经没了怎么弃绝 为什么要这样呢 在这边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信仰当中 与基督同死是身份问题 与基督同死是身份地位的问题 要致死自己是生活表现的问题 与基督同死是要更新旧人的身份地位 要致死自己是要建立新人的生活表现 我们都知道 有某个身份地位 和能否过这种生活 是两件事 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地位 你不见得能够过那种地位的生活 你不一定能够 或者能够很自然地活着那种生活 那就更难了 我们承认身份地位得来不易 但符合身份而有那种生活的表现 这边更是困难 我有个同学 到我们以前 好不容易考进建宗 你知道吗 要考进建宗不容易 要有那个身份地位 我是在讲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是四十几年前 我考进建宗真的不容易 我是我那个学校 全校第一名毕业的 所以我考进建宗了 我考进建宗之后 因为从小小学一直都是第一名 国中一直都是第一名 所以进建宗也觉得还好 有这个身份地位不容易 考进去 可是我们班有三个是 台湾各地全校第一名毕业的 有三个 我第一次月考 考下来全班第十名 把我吓到 我这辈子没有考过第十名 我不知道什么叫第十名 我是全校第一名的 然后那一年建宗有两百 二十六班 所以我是两百多名 我从来没有得过第十名 一下子来个两百多名 你知道吓到不行 我还好 我还好我只有第十名 我们班有一个学生 他从南部上来的 他也是全校第一名 他第一次月好 全班三十几名 我们都吓到不行 你知道吗 那个成绩发下来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第二次月考 我就卯足了力气 就读 拼了个半死 后来出来 第七名 我心想说我命都没了 从第十名进到第七名 他比我更惨 他也跟我一样 你要全校第一名毕 那拼了命 读第一次月考三十几名 第二次月考四十几名 你会拼别人不会拼 所以有那个身份地位 不一定能够享受那个生活的 所以读建宗之后 你知道建宗有一堆人 后来都自暴自弃 他没办法 他吓坏了 我那个同学从此以后 不读书了 五个学期满江红 一二三上满江红 那我们那个年代 戴那个大盘帽 他把它折起来 而且是黑黑的 油油的 亮亮的 然后那个书包 就把它放得很长 然后就把那个拉到很须须的 然后就这样子过 就这样子过 一直到三年下学期 后来放榜大学 台大医科 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山上结束之后 他突然醒悟过来 他说我怎么这样子 就过了三个 五个学期 因为他挫折 他失败 他软弱 他骗他爸爸妈妈在台北很好 其实他住在宿舍里面 因为南部孩子 可是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 说我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他就开始读书 我告诉你他只读一个学期 就考上台大医科 你就知道 你考进建宗 你以为就能够正常生活 没有的 亲爱的基督徒我告诉你 你以为你过了 你信了主 你就一切都很顺利 我告诉你没有的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想 我举个例子 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身份地位 跟生活表现的关系 台湾有很多的外配 还有很多陆配 他们来到台湾 一段生活一段日子之后 他们就真能享受台湾的生活吗 他们活了一段日子 他们就拿到身份了 拿到身份 你就真能够享受台湾的生活吗 如果是根据地位就得来的 身份就得来的 那不难 他马上就拥有了 但如果是要在生活当中 自然而然的表现 或者享受就很不容易了 比如说台湾最有名叫健保 对不对 他因为有身份 他健保就很容易 所以我碰到一些陆配 外配 或者是台湾对于那个外劳 都是很好的 你知道外劳在台湾 是有健保卡的 他们拿健保卡 我们领五个口罩 他也领五个口罩 我们领几个快筛 他也领几个快筛 他是外籍人士 外配 陆配 等等 可是你要他用流利的语言 跟别人互动 你要他享受台湾的小吃 或者按照台湾的风土民情 跟别人交往 就很不容易 对不对 他在那边几十年 他都不容易 我在欧洲 在美国 还有其他亚洲地区 跟当地的华人很多的交往 很多的交往 其中一部分人 他们已经取得了当地国的国籍 他们取得国籍了 至少他们都是长期居留的身份 也就是他其实没有要回去了 可是他们可以享受该国国民身份 应该有的待遇 他们却很难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 甚至有些人已经在那边住了四五十年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不仅言语不流利 因为他不要学 他吃的也不是当地的食物 他不喜欢吃 从此一直都是吃中华美食 连生活形态跟基本观念也不一样 以前我以为是开玩笑 后来是真的 你知道纽约 有人在纽约活了三十年 他还是不会讲英文 他全部用中文 而且讲台语也通 活了三十年 你说他是哪一国人 我认识的这些人 他们当然是美国人 他拿的是美国护照 他们是法国人 他们是西班牙人 他们是菲律宾人 他们真的是印尼人 可是地位没有问题 生活跟当地完全不一样 思想上他们还是以自己是外国人自居 这个还没关系 我说我身长在法国 可是我是外国人 这样还没关系 可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外国人 我说谁是外国人 他自己拿法国护照 他说他们外国人 他说他们外国人是谁 你是哪一国人 他说我是中国人 我说不是 我说你现在有中国护照吗 没有 你现在有什么护照 法国护照 你哪里人 中国人 是真的 你问他说我中国人 我说你是哪一国人 中国人 护照呢 他说我已经入籍法国了 那你还有中国护照吗 没有 哪个人 中国人 他永远改不过来 我就跟他说 如果中法开战 然后就要先撤侨 因为对战了 就要先撤侨 我说中国飞机就飞过来了 就要撤 中国的华侨走 撤的时候呢 不是抽血 不是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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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DNA 不是这个 看你会不会讲普通话 而是拿出你的护照来 我跟他说飞机不让你上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对不起啊 比较可怜的是 我们拿的是天上的护照 过的是可怜的地上的生活 何必呢 太可惜了 他们都跟我讲说 他们外国人 你说谁是外国人 他们 他就跟我说他们很奇怪 我就心里想说法国人 没说你奇怪就不错了 你还说别人奇怪 他们大部分人有生之年 都没有融入那个国家 没有想出那个国家 美好的地方 同样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 我们救人的地位 已经因与基督同死而改变了 我们新人的地位 也因为与基督同活而得着了 但是我们的生活表现 像救人一样呢 我们还有污秽贪婪老恨 毁谤刚才念的 我们还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自死 自死就是面对他 所以在地位上来讲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 而有了新人的身份地位 但从生活上来说 我们仍然要自死他 我们仍然要看住他 我们仍然不要让他做 我们才能够适应 才能够习惯 才能够享受新人的生活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身份和地位的得着 注意啊 身份和地位的得着 只要你了解 你承认 你认定就好了 我上个礼拜四 上个就是前三天 前三四天 礼拜三 我就去带两对夫妻查经 有一个先生是还没信耶稣的 他就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 他从国外回来 他在国外受教育 回来后也做得很好很好 思想非常深入 真的 跟这种人讲话就很舒服 因为他总能问到那个 基督信仰当中的重点 他说 李长老有地位要有生活 我说对 他说你的意思是 很多人有那个地位 没有享受那个生活 我说对 大部分基督徒 他有那个地位 他却没有享受那个生活 真的很可惜 他问我 他说李长老 那我可不可以享受那个生活 我不要那个地位 我没碰过这种人 他说我可不可以享受那种生活 不要那个地位 因为我不能回答他说你做不到 因为他还没有信主 你这样讲 他会觉得说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我这样回答 我说 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真好 我说但是地位的得着 地位的得着 是只要了解 只要承认 只要认定就好了 只要了解 只要承认 只要认定 那个都是心 你知道吗 那个都是心 那个不要有行动的 那个只要说 Yes I do 其实做永远比 性 难 我常常替人振分 为什么我会开肯心的玩笑呢 因为 最近又有人要结婚了 下个礼拜六又有人要结婚了 然后我们就很开心他们要结婚 其实我牧师做久了 牧者做久了 人家要结婚我都好有压力 其实我也管人家太多闲事 对不对 你好好的一人保全家保 对不对 不高兴自己去扇心 你没事找事还要结个婚 还要找麻烦吗 其实你说我愿意娶你 这个很简单 拜托再怎么难也不过办一个婚礼 婚礼而已 婚礼 那一天开始 从婚礼一直到你死 婚礼是最简单的事 看 你们不相信 所以你们还敢结婚 换句话说 身份和地位的得着 你只要了解 你只要承认 你只要认定就可以了 至于如何过新人的生活 那个你需要面对 需要努力 需要经历 所以我就告诉那个 那位丈夫我说 我说其实你不用急 你可以先享受这个生活 OK 人家要享受这个生活 我说当然可以先享受 我说可是你不用急 因为这个身份的取得非常容易 Yes I do 结束了 Thank you 结束了 然后另外那个也是我带信主的 他就跟他说 他说上次我也问这个问题 说我怎么样可以信 他说李长老跟我说 你就信你愿意就好了 那个先生真的蛮好笑的 他就跟我说 就这么简单 只要信就好了 只要说Yes I do 我说对 Yes I do 就好了 你知道他怎么 他立刻的回答是 那这样我要 他说那这样我要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既然只要信了就得着了 对不对 当然要认罪悔改 这个都是要的 我只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你心里 是你心里吗 他说那我要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要呢 我如果不进去 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呢 我说好 那你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说我带你认罪 祷告信耶稣 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他就说好 后来这些都聪明人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如果我要出去呢 我说怎么进来就怎么出去 对吗 对吗 不是啊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结婚的 登记的 怎么出去的 登记就出去了嘛 怎么信的 新嘛 怎么出去的 新啊 他就说那我要 我后来跟他们讲真的 我十几岁信耶稣 我三十几岁做传道人 可是我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中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 你不要冲昏头了 你要搞清楚这个信仰是什么 他是真的你要一直走下去 要一直走下去 他如果是假的你就退出 我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三十二岁 我一直到将近五十岁 我中间还有每一年有好几次跟我说 真的就走假的就退 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我差不多将将近五十岁 我才确定这辈子绝对不出去了 因为我收集到的证据资料 以及我内心的笃定的那个百分比 已经到了有生之年无法推翻的地步了 所以我就走下去了 为什么不进来呢 我就跟那个先生说 试试看嘛 反正推出去也很容易 那我讲这一段的目的是要告诉你 我告诉各位 信不难 致死自己的身体比较难 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用这句话作为今天的结书了 如果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就是我们已经取 就第九节A好了 他说不要彼此说谎 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时候 我们已经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 可以不说谎的地位 但我们不是不会说谎 我们不是不能说谎 我们不是无法说谎 我们不是 我们还是能说谎 我们也会说谎 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可以不说谎的地位 因此取得不说谎的地位 这个是不容易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个旧人 你很难不说谎 因为天然的表现就是说谎 我告诉各位 说谎是这世界最容易生活的方式吗 不是吗 可见你们都是好人 像我这种邪恶的人不多 自然的表现就是说谎 避重就轻 对不对 隐恶扬善 对不对 想说的说 不想说的不说 这不是最简单的事吗 这叫做人本思想 这个叫做世俗主义 过了 所以那个地位的取得 其实也不容易 因为有人付上代价 那个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自己取得是容易的 只要我愿意 可是当我们取得了这个地位之后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学会 不要说谎 在这里 可以不说谎是地位问题 不要说谎是生活问题 这两个 一个是与基督同死 就可以不说谎了 与基督同活 我们不要说谎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是这个线上的聚会 大家不一定能够很专心 除了在场的以外 所以我讲的一半 另外一半 我留的下一次 我们一起有一点点时间安静 有一点时间安静 想让各位再有一点点的思想 就是与基督同死的地位问题 跟致死自己的生活表现 盼望大家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 然后我们也可以放音乐 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 两三分钟之后 你坐下来安静 然后我们祷告完了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安静 谢谢主 主啊我们 感谢祢在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其实祢就为我们死在死之加上 主啊这些 祢所摆上的 所我们常常看不见 我们也没有放在记忆中 当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说谢谢祢 因为祢做了这么多 今天我们在地位上面 只要说我愿意 就可以了 谢谢圣灵 你也在我们当中 常常做感动的工作 让我们有许多的人 他突然就觉得 我的生命愿意被改变 就来到人的面前 认罪 悔改 接受你 产生新的身份地位 但是我更求祢保守 我们这群弟兄姐妹 主啊我们愿意向着 罪 向着肉体 向着世界死的 好像基督死了一样 我们愿意与祢同死 我更求祢 我们这些 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 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一同用天上的概念 来过地上的生活 我们知道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更感谢祢 主啊透过我们彼此 一起的追求 我们的生命一直调整 一直改变 一点一点的改变 我们不会学新的语言 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 我们不习惯新的食物 我们一点一点的习惯 等到有一天 我们就享受 那个美好的环境 因着我们的新的身份 我求祢让我们能够 自由自在 并笃定的活着 求祢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 赐福祢所爱的教会 谢谢主我们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 鼓励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